在火影忍者中,千手一族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家族,他们是六道仙人次子阿修罗后裔,继承仙人之体,被誉为僧之千手。 也是是宇智波一族唯一敬畏的宗族,和宇智波一族势不两立,并最终打败宇智波一族。 在千手一族族长千手铸监的努力下说服了宇智波一族族长宇智波般达成协议停战,共同受负于。 火之国,建立木业忍者村,铸监更是平住平定人界和建立木业等功绩被称为忍者之神。 阿德福蒂斯门慈千手铸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和他身上的血迹献戒,木盾,是分不开的,而熟知火影剧情的观众都知道,血迹献戒通。 长都是以家族作为单位,只能有血缘关系借由基因来继承,那么为何千手铸监拥有木盾,而他的弟弟千手飞兼则没有,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千手铸监并非只有飞兼一个弟弟,他其实还有两个弟弟三弟千手板兼和四弟千手瓦监,不过板兼和瓦监都在人界还未平定的时候死于战争之中。 为什么要说到铸监的这两位弟弟呢?阿德福帝斯门子我们从他们的形象上可以看出来,这四位兄弟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发色上面,千手铸监的头,是黑色的,千手飞兼是银色,千手瓦监也是银色,而千手板兼则是黑白色的头。 然后我们可以参考另一个仙人后裔的族群,漩涡一族,漩涡一族的标准性形象便是火红的发色除了名人以外,那么千手一族的发色也极有可能代表着千手一族的血脉,黑色头的柱间。 身上的千手血脉最为纯净,他们的父亲也是黑色,因此极有可能也是纯净的千手血脉,掌握了木盾,而他的三个弟弟的血脉则没有千手铸监那么纯净,因此只有铸监一人继承了木盾。 阿德福蒂斯门词综上所述,木盾很有可能就是千手一族的血迹献戒,只不过这个血迹献戒对血脉纯净度有注极高的要求,随着千手一族一代代的繁衍,他们的血脉也逐渐的被稀释,从柱间和他三。 各弟弟就能够看出来,因此木盾这个超强的血迹献戒也没有被族人传承下来,而少了木盾这个血迹献戒,千手一族自然就从最强一族慢慢地走向落寞,因此剧情中自注监和非监以外,就极少出现千手一族的族人。 阿德福蒂斯门词你们觉得同样是千手一族的族人,为何注监拥有血迹献戒木盾,而非监没有呢?欢迎在下。 方评论中发表你们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希望你能点赞、收藏、分享一下支持小编,你们的支持就是小编的动力。